海底长城河龙深中牵手成功 广东省交通集团6月11日发布消息称 世界最长最宽钢壳混凝土城管隧道 深中通道海底隧道最终接头退出 贯通测量结果表明实现了与东侧124管节精准对接 历时5年这座海底长城河龙 深圳和中山在林丁阳海底实现牵手 它是整个深通道基础难度最高的 浮现最高的一个工序 我们为了这一刻的话是提前两年进行准备 然后这一次的话我们是历时接近3天3夜 这次我们对接精度也是控制在了一公分以内 据了解海底城管隧道工程共分为三大关键技术 基础处理 管节浮运安装及接头处理 其中基础处理的要求极高 海底20米至40米深处基槽开挖精度 碎时整平精度均要求达到亚米级 堪称海底绣花 负责城管隧道基槽开挖的工作人员 就向记者介绍了他们的吸尘神器 我们深刻的这条船我们号称深海吸尘器 是一条装机功率在7300千瓦 长度90多米 然后宽度约16米的专用的一条青鱼船 这条船的话 进入深中通道之前做了又一次的计改 根据湿瓦槽回域观测的数据 我们对整个青鱼的能力进行了一个提升 加大了功率 把我们节龙的青鱼能力 从港珠澳的时候的青鱼能力提高了三倍以上 为了实现超长距离的安全浮运 并进一步提升城管安装的精度 深中通道项目部门研发了城管浮运安装一体船 一航金安一 它将城管浮运安装效率较传统工艺提升一倍以上 我们背后这个一体船的话 是为了这个大湾区建设 特意研发建造的一个世界首制的青鲼运输安装一体船 在这船上集合了国内先进的私工管理系统 另外的话 我们是把北斗系统首次应用在青鲼的安装过程中 在对接过程中我们是提出了三部对接对接法 实现了这个城管的毫米对接 毫米对接的话 相当于我们在水下40米 将两个8公斤的一个城管 可以实现一个指甲宽度的一个对接 这叫毫米对接 深中通道是当前世界上建设难度最高的跨海集群工程之一 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交通枢纽工程 即桥岛碎水下互通于一体 深中通道海底隧道顺利合拢 是向2024年通车目标迈出的重要一步 深中通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